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给我做点新鲜的酱小菜 给您点麻烦了 这应该得 我叫杨敬喜 在六鱼干的酱菜已经39年了 主要做传统酱菜的地方 这一个老姑娘就是宋大妈 想去生争给她闺女 带点个六鱼的小餐 我做点六鱼的甜甜包好餐 给她闺女带点生争去 六鱼的甜蜜酱 咱们都是甜蜜酱 没有好的甜蜜酱 是做不出好的餐菜了 甜蜜酱咱们一开始就是 蒸馒头 然后发酵 发酵完了 然后再炮制 酱就打 打也是关键 师傅他们团下来就这么说 必须要走美纲的打三耳盘 就上下打云了 在越晒的天然时越打 必须要打怕要认真打透了 首先把酱做好了 然后再做酱菜 对不起永久不摔的精神就在这酱里 提前包好菜有八种原料 铁辣 黄瓜条 香瓜丁 藕 鸣苗 姜豆 姜丝 黄生米 香的铁辣就是那种的个大 皮比较薄 口感的细腻脆嫩 好的原料才做出好的酱菜来 咱们开始削到皮以后开始腌制 腌制的话咱们把那皮浪麻好了 一层皮浪一层盐 给它腌制好了 腌制两个月会成平 ением 展示 马上 在阳光 画一层区 这种画面 通道 我们在各种画面 背いがきし 根本的画面 一样 全海 的避透 情改变 馅都是馅 馅就是馅 脱油水 脱油腌了 咱们可以压完炸可以入缸了 入缸开始降制 一入金刚去就是开始打爬 一天打两遍 打爬就随着边 流着边走 最后打的散了 活动了 中间再抖两下 就完全可以了 咱们现在从降制到成平 一般都在七到八天 就做好了 咱们过来了 这个姜特给煮好了 这个祝福给孩子带着 给您添麻烦了 好 谢谢 对 真好 人家共和人家提出来了 咱们就可以给人解决一下 这是主要的 尤其是老共和 经常就到咱们老店来 为了买着点姜炭 可以多远到上 清门老店店去买去 他就要吃这种 六鱼的这种红味 是六鱼的老的传统 制作的手工做的东西 因为我在这儿 绝对不能说 把六鱼的传统的东西丢了 大妈 有人要过来 是吗 好 再见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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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更捅 cendo到那儿 你不要完成 你不能把这儿